下一個叫做冷風 暖將軍獲勝叫做暖風 所以冷風什麼意思 冷將軍獲勝 冷空氣推向暖空氣 符號是一個藍色的三角形 一樣考卷沒有藍色就只有三角形 一樣尖尖的方向代表冷空氣前進的方向 我們習慣上上面是北方是寒冷的 下面是南方是溫暖的 所以畫的尖尖朝下往下走 代表冷空氣推向暖空氣 冷風推向暖空氣 所以冷風就是冷將軍獲勝 冷空氣推向暖空氣 符號是一個藍色的三角形 然後呢冷風也會下雨 因為當冷空氣往前衝 衝向暖空氣的時候 它會沉在下面 然後把暖空氣往上抬 暖空氣抬一聲就會形成雲 有雲就會下雨 那它是所謂的風後雨 所以呢在我們前面這張圖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 我們這邊是冷空氣 這邊是冷空氣 這邊是暖空氣 所以冷空氣推向暖空氣 所以這裡叫做冷風 然後打斜線叫做雲雨區 所以是風面來臨後下雨 所以它叫做風後雨 所以冷風是風後雨 冷風是風後雨 或者是像這樣所顯示的 左邊是冷空氣 右邊是暖空氣 冷空氣推向暖空氣 然後塵在下面讓暖空氣迅速往上抬 迅速抬一聲叫旺盛對流 會形成雞狀雨 當然現實上它不見得 一例會這麼快 我們就教你這麼快 然後形成雞狀雨 會下雷震雨 然後這個花啦花啦會下 所以你就會發現 它大部分都是在風面來臨的後方 風面來臨的後面在下雨 在這邊在下雨 所以叫風後雨 其實前面也有一點對不對 前面也有一點 我們就不管它了 就叫做風後雨 就叫風後雨 所以我們的冷風叫做風後雨 冷風叫風後雨 然後呢所以一樣的意思 冷空氣推向暖空氣 暖空氣向上抬升 形成雞狀雲 可能會下雷震雨 大部分都在風面來臨的後方在下雨 所以叫做風後雨 要風後雨 可以嗎 好 這句話是以前舊課本的話 這裡的話除了有一個風速 沒有辦法用我們的氣象學知識知道之外 其他的都你 憑你學過的內容就會曉得了 冷風過境的時候 氣溫會下降 雲量會變多 風向會改變 風速會變大 與氣壓會增加 因為碰到的是後面的冷空氣 所以氣溫會下降 因為是風後雨 所以後面要下雨 所以雲量會變多 前面是溫暖的會偏南風 後面是寒冷的會偏北風 所以風向會改變 只有風速變大 你沒有辦法從學過的知識中直接知道 然後背 最後是氣壓會變大 注意這句話有問題 氣壓會變大這句話有問題 冷風是風後雨 風面的後面是下雨的地方 下雨的地方氣壓是會下降的 要過了下雨的地方變晴朗之後 那邊冷空氣氣壓才會上升 所以課本上直接告訴你氣壓會變大是有問題的 一開始的時候氣壓應該怎樣 下降 下雨的地方氣壓會下降 要過了下雨的地方氣壓才會增加 所以冷風過境的時候氣溫會下降 雲量會變多 風向會改變風勢會變大 氣壓會變大 這是有關於冷風的部分 可以嗎 可以 最後一個叫做滯流風 滯流風就是冷暖空氣勢力相當 冷空氣要推過去推不過去 冷空氣要推過來推不過來 兩個卡在這裡不上不下 這叫做滯流風 浮航 紅藍相間的半圓形跟三角形 這個浮航的意思就是說 冷空氣要下來下不來 暖空氣要上去上不去 卡在這裡這叫做滯流風 所謂的滯流風就是冷暖空氣勢力相當 然後不太會動停在這個地方 所以叫做滯流風 滯流風 那因為我是冷暖空氣交會 所以天氣不穩定 花啦花啦容易會下 因為滯流不走 就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 所以滯流風就會形成 長時間連續性的這樣子 就會下很久很久的雨 就是所謂滯流風 所以符號上 這邊的學習重點之一就是 你要認得符號 要認得符號 我就問你下列哪一個是滯流風的符號 你要認得出來 要會認得符號 哪個封面是用什麼符號表示 你要會認 這是我們跟各位介紹的三個封面 冷風 暖風跟滯流風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這個